好,同位數相同位置的元素 我在周期表擺在一樣的位置 周期表靠原子序排 所以就表示我原子序相同 也就是我的直指數相同 那麼還可以有誰不同? 中指可以不同 所以什麼叫同位數? 直指數相同,中指數不同 換一個講法 原子序相同,直量數不同的 稱之為同位數 同位數相同位置的元素 周期表擺在一樣的地方 周期表靠原子序排 所以原子序一樣,直指數一樣 但是中指數不一樣,直量數不一樣 然後呢 他們因為有相同的直指 所以就會有相同的電子 所以它基本上化學性質是 一樣,一樣 但是呢 一個比較胖 一個比較瘦 一個跑得比較快 一個跑得比較慢 所以物理性質可能會不一樣 物理性質可能會不一樣 OK 所以就說同位數 那我們會習慣上這樣子寫 碳12就是 質量數是12的碳 叫做碳12 碳10就是質量數14 叫做碳14 你們學過一個叫 又235跟又238 還記得誰是何來料嗎 又235 235 235 238就是質量數 又235 又238 OK 就是習慣了稱呼的方式 到這個原子說 雖然沒有辦法 完全正確 不算 但是它可以解釋定比 可以解釋廢話 它是從地比跟背比來的 這當然可以解釋 所以可以解釋定比 就是 我是水 我的氫跟氧的質量比 會是定值 叫做定比定率 背比就是 一好化碳 二好化碳 碳一樣多 氧會有個簡單整數比 叫做背比定率 那重點是它可以解釋質量守恒 為什麼可以解釋質量守恒 因為化學反應前後 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組合 種類跟數沒有變 原來5個A 後來5個A 原來2個B 換2個B 當然東西都完全一樣 所以當然質量就不會變 所以當然質量就不會變 所以都是這樣子 OK 好原子說 然後呢 這個你就看完就算了 國中現在沒有教氣體反應體定律 在我們的氣體同溫同壓下 氣體反應前後 體積比是一個簡單整數比 就是氣體反應體定律 國中沒有教 可是這個東西沒有辦法用原子說解釋 解釋不出來 所以呢 他的學生 可可叫雅伯家爵 就提出了一個叫做分子的概念 分子的概念來解釋它 這個跟道爾根原子說不合 所以剛才是被排斥 因為他說兩個原子要拔在一塊變成分子 道爾根的原子都是一個一個的頭角 一個一個獨立的 彼此間不會在一起 同性要相似的 所以 不合 但是後來他應該對 分子本來的意思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原子 把在一起的叫做所謂的分子 但現在把他觀念擴充成 具有具有物質性質的最小單位叫做分子 所以把水 一缸子水取一滴滴 一滴再取一點 取取取到最小一顆 這一顆還是有水的性質叫做水分子 叫做水分子 OK 那麼根據這個定義 分子有所謂的 單原子分子 這個 考過 這是我們的鈍器 亥乃雅克 它的單原子 一顆亥原子 就是亥分子 就具有亥的所有性質 叫做單原子分子 雙原子分子 兩個原子都在一起 比如說氧氣O2 兩個氧原子 拔成一個氧分子 氯化鈉一個鈉一個鈉 不過這個其實有問題 因為氯化鈉不被視為分子 等一下我告訴你 等一下說 要改一下 氯化鈉不被視為分子 OK 好 多原子很多的 流S8 水S2O 剛剛你講這個 客人有交代可錯 我不懂為什麼要交代 因為這對普通生太難 搞不清楚 而且是亂題 我也問過學話學 話題也講不清楚 什麼叫分子 什麼叫分子 要搞清楚 就是講不清楚 他告訴你 金屬是很多的金屬原子 堆成一堆 找不出所謂的金分子 所以它是AUN N跟AU 湊在一起 所以一些解釋 叫AU 氯化鈉一樣 一個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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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員 一個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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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還fik 而且什麼叫孔位素就可以了